花莲2月6日深夜的地震造成了四栋建筑物倒塌 花莲县长复婚旗在11日上午宣布停止搜救 而日本政府与民间也于8日中午抵台协助救灾 充分展现了台日友好 花莲6日的大地震 灾情十分惨重 日本于8日立即组织专家团前往台湾协助救灾 日本出动七名专业人士于8日中午抵台 成员共有一名外务省人员 两名东京消防厅人员 两名警示厅人员 一名海上保安厅人员 及一名国际协力机构人员来共同搜救 并带来两台高阶生命探测其支援 以设限大规模扫描内部有无生命迹象 希望能尽量提供最大帮忙来协助台湾救灾 而日本七人专家团在抵达花莲后 立刻前往现场勘察受灾区情况 日本外务省官员米田马希子说 云门退体的状况比在日本看到的电视画面还要糟糕 高阔搜救过程中 在213号房发现有生命迹象 当时推测可能是心跳呼吸或移动反应 也不排除是小动物 后来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受困者小腿 一度振奋人心 加速救援 没想到最后却仍只寻获加拿大吉党一夫妻遗体 让搜救人员相当自责 根据报道 日本七人专家团认为任务已告一段落 于10日中午离开 对于没能在参与搜救期间救出生还者深感遗憾 并协助评估201号房的五名陆客可能已无生命迹象 日本七人专家团并与花莲县消防局致一级互赠帽子 感谢台湾这几天的照顾和帮忙 虽然搜救过程困难 但大家都同心协力 离去前 日本七人专家团还向云门摧提大楼脱帽致意 希望台湾别再出现如此严重的天灾 也期盼花莲能早日走出灾痛 外务省调整官员田优表示 日本311大地震时得到台湾同胞的强力支援 从没有忘记过 为了感恩台湾 这次特地带来特别的一切协助 花莲发生强震后 日本政府及民间除了出钱出力协助救灾 还在东京闹区色谷街头以电视墙标语勉励台湾人 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 P.O.出一张照片 夜晚位于日本东京闹区色谷街头上的庞大电视墙上 出现完张Read Taiwan的语句 下方的标签则以中文写出台湾加油 以及英文写成的Pray for Taiwan 替台湾人加油打气 让网友看了眼眶泛泪 照片P.O.出后 立刻引起热烈回响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感谢日本 花莲加油 太感人了 日本好温暖 这画面令人感动 台湾跟日本的友谊真的超级赞 日本是咱们的好朋友 感动无国界 心很暖 这样国与国之间的互动与情感交流 真的表露无疑 也非常感谢日本这么大力支援我们